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今天我们试试解释香港近期租金下跌的原因 今天题目是寻找住宅租金下跌原因的证据 过去几年,尤其是疫症期间 香港的住宅租金下跌幅度比楼价的跌幅还要多 大家看看这段时间,蓝色线就是香港住宅租金指数 它的跌幅比起橙色线楼价指数的跌幅更深 不少报章就找专家来解释过中的原因 部分的专家就说业主转卖为租 那段时间利率低,就将那些盘由卖盘转为租盘 所以租盘数量增加就引起租金下跌 但是这一类型的解释一来就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二来就是这种解释只能够解释这段时间 就是2019到2021年这段时间 楼价就跌得比租金少 或者甚至乎是楼价升租金跌的反向现象 香港01也有找专家去解释 也是用这种转卖为租来解释的 但是没有证据,也只能够解释到这段时间 到了2022年,又再反向了 今次就是楼价就大跌,跌了15% 但是租金的跌幅就相对轻微 不少的报章又去找尼专家 今次的解释就说 因为买家就转买为租 就是说不买楼住了 利率这么贵,所以去租楼 所以租盘的需求就大增 租金就跌得比楼价少 这个解释就跟两年前的解释 是刚刚相反的 之前就说转买为租 现在就说转买为租 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也只是可以解释到这段时间的情况 所以就变成这种好像托银河 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 事实上如果我放长一点时间线 这幅图大家看到 根据猜股署的数据 由2000年开始 到2023年1月 的楼价和租金指数 计算按年变化 大家看到过去22年 基本上租金的变化和楼价的变化 都是同步的 而且绝大部分的时间 租金的升跌的幅度 都是比楼价的升跌幅度 是为少的 尤其是升的 你看看 橙色线就是楼价的指数 蓝色线就是租金的指数 每次都是楼价就升 20-30% 租金就升一两成 跌其实很多次 包括最近这一次 都是楼价跌得多 租金跌得少 其中只有两次例外 分别就是2009年和2020年 这两次租金还跌得多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要去找出 究竟有什么特殊原因 令到2009年和2020年这两次 是会租金跌得多 所以我们今集就是试图 为大家提供一些有数据支持 可以证明到这两次租金跌幅 比楼价跌幅大 背后的原因 我提出的两个解释 包括经济的急挫 以及人口的萎缩 这个解释 就不单只能够在数据上 提供到证据 也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在其他的时段 包括去到2022年 之后楼价又变回 跌得比租金多 先看经济衰退和租金下跌的关系 根据统计处提供的GDP数据 以及租金的按年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两者的政商关是非常明显的 蓝色线就是租金的指数年度变化 而橙色线就是经济的按年变化 GDP增长 两者现在是用相同的幅度 绘画这幅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这22年 香港只是出现过5次 GDP负增长 包括2002、2003、2009、2020 和今次2022到现在 这5次的经济衰退 或者经济负增长 都是同期配合租金的下跌 除了2016年之外 其他5次是完全吻合的 而2016年这一次 事实上经济也是出现下跌的 只不过还没跌到负数而已 过去大部分的情况 都是租金的升跌幅度 比经济的升跌幅大 大家看看 比如2002和2003年 经济跌幅那么轻微 跌1%也未到 但是租金就跌到双位数 2009年那次也是 经济跌幅是一成都未到 但是租金的跌幅 就到两成了 创了纪录 在经济上升的时间 就更加了 你看看经济升可能 6-7%而已 在2008和2011年 但是租金就升了 20.7% 和22.6% 所以大家看到 大部分的时间 在过去都是 租金的升跌幅度 比经济的升跌幅度大 但是他们同步的相关性 是非常之高的 及至最近 在2019年之后 就出现有少少转变了 就是经济跌一成 到2021年 到2021年 经济反弹了 差不多 8% 但是租金上不下 租金去到3%就停了 接着又回落 一反常态 就是租金的升跌幅度 反而是等于 或者小过 经济的升跌幅度 背后就反映 在2019年之后 除了经济因素 影响租金之外 还有一些因素 是导致租金的升幅 追不上经济的升幅度 这可能跟人口萎缩 是有关系的 在这幅图 在过去22年里 香港只曾经出现过 两次的人口负增长 人口萎缩期 包括2003年 和2020年至今 两次都是跟爆发疫症有关 导致人口外流症流出 但是在其他时段 人口变化 对租金的影响 两者就不是太明显 但是去到2020年至今的这一次 其实香港就真的出现一次 真正的人口萎缩趋势 因为2003年一次 是非常轻微 和短暂回升的人口数 只有今次 是长达已经超过两年的时间 人口按年变化 仍然在负数区域 而在这段时间 大家就看到 就是人口的变化 和租金的变化 是相关度可高的 也都合理地解释到 在这段时间 即使2021年 经济大幅回升 但是因为人口萎缩 对需求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令到租金回升的力度 非常有限 比经济回升的力度更低 而且很快又掉头回落 也跟随人口萎缩 恶化的情况 租金又跟随萎缩了 如果我们放大过去6年 由2017年到2022年 大家看看人口变化和租金变化 两者的正相关 是非常明显的 人口变化对租金变化 这幅图是用10倍的比例 所以看到左族是-15%到正15% 是关于租金的变化 是蓝色线的 右族是-1.5%到正1.5% 是人口变化的 所以在里面大家看到 两者不单高度是正相关 而且差不多有10倍的影响力 人口以这一点为例 下跌人口跌-1.2% 差不多在同期 租金就跌至9.3% 所以人口变化对租金的关系 影响度是非常之高的 当然我们从这两个现象 大家看到 人口变化和经济变化 对租金的关系 因为人口变化和经济变化 有高度的正相关 所以要分辨出 究竟有多少是因为人口变化 有多少是因为经济变化 对租金的影响 那就上代研究了 但是这两个解释 总比你用转买为租 或者转买为租的解释 除非在市场上高 可以在不同时段 搜集到有多少人是转买为租 有多少人是转买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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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数量去做统计分析 否则这些解释 永远都只能够停留在属于猜想的情况 对于预测未来是没有大帮助的 现在想问你那下年是怎样 也不知道 因为其实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会在什么时候转买为租 又会转买为租 政府反而会有提供 相关人口的未来预测 或者经济预测的数据 所以用经济变化为人口变化 以下作未来的预测 就有即可寻想象市场人士 什么时候转买为租 或者转买为租 而经济数据和人口数据 统计署也是免费提供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下载数据 进行分析作出预测 以经济变化和人口变化来解释 这些租金变化 正正是符合移居城市的理论 一个城市的住宅租金 其实往往是受到这个城市的经济 以及移居度 是否吸引人口正流入 从而带动住宅租金的上升 所以近几年香港的情况 正正是出现人口正流出 经济下滑等等的情况 合理地解释了 近期香港租金持续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这一套理论也能够合理解释了 2003和2009年 两次相关人口正流出 以至到疫症和国际金融风暴 对住宅租金的影响 所以一套理论能够合理解释 多次租金变化 也有助我们去预测移居城市 对于未来住宅的租金影响 好,今天的讨论到这里 多谢大家